大家好 我是劉斯基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劉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瑪雅 那這場地圖是阿拉伯 那這場比賽是有MBL對以上 這應該是越南高手 應該是越南文 那他分數很高 這位越南玩家有2500分 那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喔 MBL他的分數只有2100分 不知道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是不是有點在刻意在掉分呢 唉唷 太清楚了 看他最近分數怪怪的 還是我這邊觀戰顯示有問題 我也不太確定 去查了一下好像也是2100分那邊的樣子 但如果有知道的話 有知道觀眾的話請再來告訴我發生什麼事好了 呵呵 我也不知道到底為什麼分數會這麼低 只有2100而已喔 不然照MBL這個等級的人 應該是2500 2600或2400喔 好 那我們稍微來講一下 越南這位的文明喔 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的話 吃果子喔 這個速度有這個加成 是吃果子最快的文明 那前期的優勢就只有這樣子 那到了封建時代的話 會給免費的一級農田 那存寶時代是二級 帝龍時代是三級 都有伊斯類腿 所以法蘭克人 新手會比較推的原因 是因為比較不會去忘記 這個耕種技術 因為耕種技術 對於這種需要吃肉的文明 非常重要 那他直接送給你們的話 新手就不會忘記 喔不會忘記的話 失誤就會減少 失誤減少的就會比較好這樣子喔 好大概是這種概念喔 但是其實我不太建議 新手玩瑪伯的時候 就玩法蘭克人 就是玩那個波斯喔 因為波斯基本功要練得很紮實 然後TC運轉效率 就是斷春這些喔 波斯要練得好 波斯才會玩得好 這一個問題 所以你只要波斯玩得好的話 基本上你玩其他文明 也都玩得還不錯 都不會太爛 不管是公國馬國喔 都一樣 波斯一個比較首選的 而且跟法蘭克人一樣 也有這個遊俠 而且公兵喔 也是可以到奴兵喔 而且波斯還有這個波斯公兵 不用黃金去回到小宮 所以總體而言 法蘭克跟波斯 我覺得是蠻相似的文明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瑪雅 瑪雅的話 一開始村民會多一村 但是15-50 那所以一開始 一開始就會卡人口 所以一開始就要趕快 去補這個房子喔 然後去節點那個支部技術 所以一開始 你要用赤猴去偷對方 沒有支部的村民 是不可能的 所以瑪雅在前期喔 基本上不會有那種 村民被落單 抓掉的一個情況喔 比較困難 除了像什麼圍太遠圍太大被抓爆 那種就沒辦法 那通常在高手這種圍法的時候 是不太可能被抓的 那瑪雅最強大的能力喔 就是他這個公兵的減免喔 是非常便宜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弱點 因為他的戰毛 而且可以升級為 散彈戰毛 可以四個兩包 哇這個直接抓 這個直接爆起來 這個有點狠喔 好 那我們這邊加速到城堡 欸到封建實戰喔 看一下兩邊打法 反客人這邊優先上到了這個封建實戰 這邊先爆出了兩隻肉麻 這邊用兩倍出來看好了 瑪雅的話是選擇要來大圍囉 欸這個圍法有點大喔 這個右邊直接開天窗喔 直接放水喔 直接放水喔 那這邊果樹跟黃金喔 這一區都很危險喔 好那這邊有一隻常用兵在那邊等 戳到了嗎 欸沒戳到 這邊村民直接開戰 但是這邊大量之後 直接往上硬尻 直接砍死了益村 呃刺猴止損益村 呃刺少益村的情況 砍到益村是非常賺的喔 那剩下三隻刺猴還可以繼續騷擾 所以到MBL這邊的村民 那這邊的刺猴一直有在補 呃由於法蘭克的奇兵喔 一開始血量被迫加20%喔 所以這個刺猴血量數有4D血 那一般馬國的話 點瓶種的話 會比這個法蘭克的血量還要多喔 因為點瓶種的話是65D 所以整體而言 法蘭克在封建時代不能打太久 打越久越烈勢喔 因為很有可能馬國內戰喔 打到後面對方點瓶種 就很容易打輸喔 所以法蘭克能上城堡石代就趕快上了 肉馬不能按太多 那這邊肉馬一直在繞 但長槍兵一直在這邊防守 其實長槍兵守得還不錯喔 這邊好一直 但我覺得好像 是不是按太多隻長槍兵了 但好像也沒關係喔 雖然已經少了一存 那很明顯喔 法蘭克這邊已經優先上到了城堡石代 那瑪雅這邊喔 是優先點下輪走技術的關係喔 所以肉類會少一點點 那黃金上面就馬上補了起來 所以上城堡石代會稍微晚一點 好這時候才點下冰工場 要來慢慢的 升到城堡石代 那由於 有人會說為什麼瑪雅這邊會輸這麼多 簡單介紹一下好了 因為他這邊是打一個雙小弓喔 射箭塔 那這裡面塞了這麼多的小弓 沒有出去 好這個打法喔 就是一個 純小弓 然後直接爆奴兵喔 殺一個防不勝反 對方完全不知道你出什麼 也不知道你按多少隻小弓 的一個情況喔 然後移到城堡石代 然後奴兵直接往前射 第幾射二級射 然後 再來直接上這個大鼠 那這個打法比較 算是 以星海爭霸來說 就是開大招的概念 就是長招啦 比星海爭霸來說就是 長招 開大招 跟那種光炮快弓就不太一樣啦 像光炮快弓也是大招的一種 但這種大招 算是比較 還是可以應對啦 尤其是弓兵系的來說的話 那 但是這個反應很快喔 因為弓兵如果你只有木槍的話 很快就射進去 可能就直接被一套帶走 所以這一招有點算是 歐印型的玩法 反正在弓兵上超多 十八隻 直接生弓兵 弓兵不夠 現在這個版本 弓兵的那個需求量 十五隻 就要配很多了 好那這邊 騎士直接過來看一隻 長長兵 再來趕快 不然要出獅了 趕快幹到PC 那這邊弓兵4 沒有出去 幹大事啦 這邊弓兵 欸這邊還圍到兩隻騎士 太狠 直接眷養 好 這裡有個洞 沒辦法去 兩隻騎士 最後加兩隻騎士 好 但是這個弓兵 適量不夠多喔 至少還要再來個 五隻或六隻左右 才可以一次啟發 射死一隻騎士 那這個時候可以造幾隻僧侶喔 稍微去招搶對方 百萬克的一個騎士 那弓兵喔 要趕快點下這個二敵射喔 跟這個大雪 他會更痛一點 那這邊趕快給我先點一下 二敵射 二敵射 有沒有 兩百肉 有了 兩百肉有了 趕快走一下 兩百肉有了 弓兵出發 欸 二敵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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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以為他點了 欸 還不點 趕快 趕快 沒有砍到的樣子喔 好 冬兵沒有二敵射 騎兵直接過來會包掉 這邊弓兵 完了沒了 直接出光 二敵射的騎士已經正常了 弓兵完全打不動 完蛋 MBL這邊是故意的嗎 我怎麼覺得他的 這是本人在玩嗎 等一下這是MBL本人嗎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還是這是有人冒充他的名字而已啊 我怎麼覺得看起來 他這個Label跟我的有點像啊 這個 這好像不是本人喔 他看起來不是本人 確定欸 這真的是本人 越想越不對勁欸 這個難道是冒牌破嗎 哇 這邊頭躲死車 這個頭 躲這個頭死車有點像MBL喔 這個到底是不是啊 呵呵呵 看著我有點很疑惑 好 那這邊法蘭克人 特別來到了79隻 但 MBL也埋啊 最近到了71分 差8吋而已喔 騷擾戰術並沒有非常明顯 那這點我們要在這裡 其實很長命喔 再來這邊 直擋騎士的正面印象 那這邊有大量生育的情況下 其實還是能稍微擋住 但是要特別想要抽撐 抽撐 抽撐可以一把頭掉 這些聖旅 聖旅大量的過來幫這個 長人補血 好 這邊大戰直接上來硬戳 長槍兵上去戳了之後 大量的騎士直接往後拉 但是這邊聖旅直接用了六隻 招翔但是還在招 並沒有停止 法蘭克這邊 也是直接撤退 沒有用硬打的意思 那這邊硬打的話 勢必會少六隻騎士喔 是非常傷的一件事情 好 長人兵直接戳到了 法蘭克家裡 那這邊戳掉了一隻聖旅 那這邊騎士喔 可能要趕快一直跑 不能在家裡繼續練戰喔 再練戰的話可能會突出 因為 騎兵本身就不太好打正面 這邊 遇到長人兵的話 這是非常難受的一件事情 最好是像這樣子喔 用集中性的去打游擊戰 然後加力喔 出一些戰毛兵喔 去防守就可以了 所以直接插城堡也可以 因為法蘭克城堡 是這個遊戲裡面最便宜的 所以能蓋城堡就蓋城堡手 那其次就是出戰毛兵 但他這個資源量不太可能出戰毛 因為戰毛需要肉 他這個食物量應該會直接上帝王 速上帝王 然後趕快升到重裝騎士 然後加上三級一板 三級攻 然後有想 好 法蘭克最好還是要將15層上去 才能打破法蘭克自身的這個文明價值 好 皮士直接上來硬砍 但是加力有長人應該走 但是被砍到的欺騙還是蠻多了 村民庫死三名慘中 準師村民庫已經來到14層15層 好 村民庫已經在變少 但是加力中間這邊城堡也蓋好防守了 那這邊頭五層蓋的還不錯 稍微抵擋一下這城堡的蓋 但是好像沒有碰到的關係 那加力這邊還在繼續硬砍 還有這邊大家有大量直接上來打 但是並沒有 要等到帝王實在在升重 重裝騎士再來打嗎 這個重裝的話感覺太優 但是這邊 MBL死亡村民庫來到20層了 死傷真的很慘 而且MBL這邊大群是 大群有點像彈道學的 這個盆度很夠喔 提示死傷速度又更快了一點 哇 這邊比較見識的傷害 雖然這邊村民不是很多 色調有點癢 好 那家裡看起來MBL這邊死傷慘重 村民庫很明顯被拉卡 170層就像74層 村民庫跨被拉開了40層 那這邊工兵直接過來射村民 把守村民直接抓包 外面沒有城堡還敢直接挖 就會變這樣子喔 太慘了 好 那瑪雅現在這個工兵喔 有這個減免的費用 非常非常的 所以這邊送一點工兵 感覺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到了地獄時代可以便宜30% 目前村民庫時代只有八折 那八折的話還是有點貴喔 我覺得七的真的是蠻便宜的 一開始出現 瑪雅羽射手 這個羽毛劍射手 最特別的地方是他跑得快喔 但他有缺點就是 他的攻擊力比武兵少一點 那射程 雖然射程沒有太差喔 就是4加2 4加2 還是5加2 也是少一點 攻擊跟射程都少一點 但優勢的地方就是他跑得快喔 有點像馬攻單位 比較手短的馬攻喔 但是造價又平 然後血量還不錯 基本上還50滴 到了這個地獄時代 等到金瑞的話 還可以到65滴血量 所以以馬攻來說 這個造價是非常使用 因為他只要55黃金 然後55木頭 那到了地獄時代 大概有7折的優惠 出一隻羽射手 應該是不用 大概40黃金左右吧 要40黃金嗎 有點忘記了 我記得羽射手好像以前更便宜 最近好像已經漲價了 我記得以前說 因為他還有這個捷緣效果 所以造成他 爆的這個羽射手 太便宜了 太好爆了 然後好像有上檔的樣子 我記得以前沒那麼貴 我15黃金 是有點貴 好 那這邊 橙寶直接射爛 這邊車這邊 這邊為什麼跑到前面去 這隻去哪裡 這個穿空 我為什麼跑進來 好 這邊有一隻 羽射棒 老虎 在咬騎士 但騎士完全沒有care他的意思 哇 這個老虎只咬1滴阿 好 但是 瑪雅這邊 射手一直在出 沒有要挺的意思 這邊還吃到一些村民喔 好 到了電龍時代的法蘭科 點下了三級馬凱 跟三級公公衝裝騎士的升級 還是要打一個騎士路線喔 對於法蘭科還是比較優勢的 好 開始被打 沒有村民再說 看來是要棄手前面這一塊金創 這邊村民稍微招響一下 中兵過來救 但是有點危險 已經中兵直接要棄手 因為發生自己打不過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很硬 防禦有6 那奴兵的話 風機只有7 代表怎麼射都是1滴喔 這就是重裝騎士最可怕的地方 低成本 然後高CP 好 這邊村民被轟了出來 要來應修 就一下時候再躲進去 在異性的空間之處 從城堡後面出來 從城堡前面進去 從後面出來 但是怪怪的城堡又掉了 直天氣 走城堡 村民開始四散逃難 這邊工兵看來也沒有空 只燒送光了 怎麼打到BD 趕快點下這個幾滴的升級喔 不然這裡家裡都要BBQ喔 OK 幾滴也在升了 但是家裡有更多奇滴在落進去 這裡有城堡還守得還不錯 那工兵部分 看MBL這邊要升到 精銳麻雅與射手 還是要去升這個 強弩喔 強弩的話現在價格變貴喔 450肉 非常貴 如果是升級麻雅與射手的話 肉量的話是700 大概差250肉而已 才能木材喔 一強弩 但是優點是 他升級這個精銳麻雅與射手 是不需要黃金的喔 所以還是可以考慮一下 去升級一下這個與射手 然後不要升級強弩 但這個強弩數量有15 弩兵數量有15隻 感覺好像可以去點一下強弩 但這桶是什麼的還是有點高 你看像這樣子 三級設定一下之後 要點化學還是有點困難 這個肉量真的蠻缺的 金金工兵文明的玩家 玩家喔 似乎太會把肉量飆太久 但是我覺得這填是有點太少 所以 但是有點太少的原因 我覺得看起來是 是有太多的這個 工兵的關係喔 還有這個吉兵 全部投消耗量特別大 金金工兵直接硬點 村民沒有要點其事的意思 因為這工兵怎麼點 都只有兩滴而已 這邊要再繼續點啦 村民點得到嗎 不點直接落跑 這邊是村民直接 到對方的吉兵 有想法 OK 吉兵直接上高地 但吉兵又往後催了 巴苦了 OK 工兵全速倒地 MBL 這邊村民有點少 這邊斷村斷的很慘喔 明明這麼多TC 卻運轉的並沒有那麼流暢喔 一直有在斷村的情況 這邊肉一直在去投資地方時代的科技喔 所以導致自己的村民斷的非常慘 而且這個肉也是分配到這個吉兵上 資源量一直起不太起來喔 有點尷尬 那馬尾射手出來之後 也有可能很難點上金銳喔 原肉真的是不太夠 那反安克人點下了化學喔 點下化學之後看起來是要來轉這個戰毛兵 那反安克的戰毛兵是其實蠻慘的 他只有二防二攻 連三防三攻都沒有 雙防都沒有 三級喔 但是勉強喔 打這個金金還是 加減用 量多起來 還是稍微 勘用一點 好 反安克的遊俠已經大局入侵 特別要來硬砍村民喔 吉兵防守一下 但是說太早 更多的防守 吉兵回到家裡 但是村民又是被砍個稀巴爛 沒有收村 村民術死傷來到了55村 但反安克也死了48村 兩根死傷慘重 但是已經回舊之後 法蘭克的遊俠能夠繼續騷擾嗎 家裡下面這一些村民也是直接強迫收村 這邊遊俠也在進攻 這邊戰線喔 又反正從法蘭克家裡又拖到了瑪雅家 那法蘭克人就該要這樣打 千萬不要把戰線喔 放在家裡 如果要放在家裡的話 家裡用這個戰毛手不好 遊俠去外面肆虐騷擾 這才是最佳戰法 遊俠絕對不能待在家裡 那這邊前面用這個戰毛頂固前方戰劍 那遊俠的話 可以趕快再找機會去後面燒了 那遊俠也在後面巡邏 看我們這個落單村民喔 可以吃一下 這先發現 那天最近戰敵人才要打到三軍 戰維號 戰兵人才發現 戰兵人才很快 戰兵人才有隊射手 武俠線的武俠無武俠手 戰兵人很快樂 戰兵人是更快樂 戰兵人才有隊便 戰兵人才有隊場 戰兵人才有隊伍 戰兵人才有隊伍 戰兵人才會有隊伍 戰兵人才有隊伍 不斷吧不斷 好 後面這個騎士 遊俠還在群裸 我衝了吧 騎士衝鋒了嗎 城堡還在 被吸引過去 但是這邊遊俠沒有在空了 還在自己主動攻擊了 那瑪雅如果處理射手的話 我覺得打騎兵是非常難打 因為防御陣太高了 防御陣太高了 其實強武只能殺他3滴而已 那羽射手更慘 只能殺他2滴而已 來了 鴨甲爺騎士的方法 就只有這個騎兵加上聖鋁 而且這個遊俠的方法實在是故事 如果羽射手去打 意義也沒有變成大 好 中兵 巨頭一直被拆 過來也被戰毛解 哇 這個戰毛雖然很弱 但是對付對方的攻擊出來是 贏刃有解 兩邊一樣在對直 攻兵噴出來了 5加3還沒有擊隊 要點上擊隊基本上不太可能 情緒太慘了 臭命只剩下毒氣之助 好 大量的疾病直接上完硬戳 但是這個戰毛兵很煩 戰毛兵打疾病傷害很高 這邊臭命直接往前下了應該城堡嗎 好 遊俠直接一步抬開 擋住直徑的攻速 大量戰毛 跟直徑在互相傷害 但直徑成功 臭掉了版本的遊俠部隊 遊俠幾乎全倒光了 哇 這波瑪雅 有點稍微逆轉的感覺 但是這邊城堡要是被蓋起來的話 可能就完蛋了 這邊雖然沒有什麼重要的碰點 但是留一些農鐵 而且這個是國門門面 這個門面沒有守住的話 後續要再繼續守住更困難了 可能要來到這邊插城堡 防守才行 這邊MBL第一波最多戰線 可能還要繼續守住才行 如果守住的話 可能會打輸出去 光兵只要再控一下 雖然光兵現在對這個組合 打什麼都很癢 用疾病的話可能是萬解 但是沒有足夠肉跟木頭 可以一直去點這個疾病 所以導致這邊疾病看斷村了 而且沒有時候可以蓋城堡 防線直接崩塌 沒有任何地方 可以讓瑪雅走路安全的地方 農田全部撤離 肉量又要開始下戰 那這邊沒有城堡 沒有城堡 結果沒辦法防守 沒辦法防守 那瑪雅還能再繼續嗎 看起來也是不太可能 這就是為什麼 等下在打城堡的時候 你要去修 這個不修的話 沒有城堡 就會變這樣子 直接大舉入侵 完全沒有任何防線 對防想要直接進攻就進攻了 所以這個城堡 差的位置是蠻講究的 好啦那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 沒意外法蘭克也是全有 因為法蘭克這邊的村民術贏太多了 所以不用看什麼科技了 大部分這個原因就是 法蘭克的村民真的太多了 那這裡雖然有個小遺憾 MBL是沒有點下手推測的 但手推測也不會差到這麼多 這邊是很明顯是村民的差距 所以導致沒有辦法追到法蘭克的經濟 好啦 那我們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